國民黨立委參選徐巧昕 現身立願國民黨團開記者會 再度碰烘進口彈 加上前一天 被民進黨立委高家瑜批評 是竹科工程師 多命運的場 愛你和我那麼像 卻夠都一樣 希望可以提醒你自己 勿忘初衷 我想僱傭者這首歌 應該沒有人可以超越我 這麼正常 一絕卑微的夢 兩個女人的戰爭 還得靠歌喉隔空較勁 因為日前徐巧昕質疑 進口彈吃多恐怕致癌 竹皮檢驗讓問題彈 會流入市面 高家瑜則批評 徐巧昕主張竹科驗彈 還封他為竹科工程師 這個高委員 過去也算是我的好姐妹了 但是竟然把我沒有說過的話 塞到我的嘴巴裡面 農委會都有一定 食藥署的檢驗的SOP 發現有問題的立刻銷毀 如果徐巧昕能夠做到 竹科檢驗的話 那我認為徐巧昕可以成立一個 竹科雞蛋園區 他可以當竹科工程師 不過徐巧昕指控 巴西雞蛋綠美素超標 一時杜成哲跳出來打臉 痛批徐巧昕為了選舉 扭曲科學事實 和污蔑正當商人 藍白其轟進口彈 而新政院副院長 周文散也批評 政治抹黑 政治口水跟抹黑 這個是利用彈價的爭議 企圖做政治操作 我想不足為曲 都沒有任何的禽流感的 這樣的一個情勢 防檢疫上面 是做到國際標準的 這一個要求 進口彈正義 藍白其力砲打執政黨 就年前立委邱毅 也指稱民進黨 突立進口商 是為了選舉經費 民進黨中央也開記者會 不排除提高遏止不時抹黑 三立學員黃盛波 如果S1小組排北報導